字幕提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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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這個課是國家與社會發展 那所以呢 我就先來跟同學們談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來談到說 好 首先我們看看說國家是什麼 那國家呢 同學會想 我還有其他的字眼 country nation 對不對 好 那甚至英國在他歷史發展過程裡面 你還看到 用nation state這樣子的字眼 對不對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看說 但是我們這一課我們用the state 那來看看它是什麼呢 那最主要包括這個政治組織 包括行政、立法、司法 你說那台灣還有考試監察 其實在世界各國都有這三個部門 但是考試監察是納入到這三個部門裡面 所以我們就是來談這三個部門的問題 那尤其來談到這個the state 包含這三個部門 那所以行政部門 同學們知道行政部門 我們的是什麼 各部會 對不對 好 那從行政院然後到經濟啦 經濟部什麼的各部會 好 那我們的立法部門 譬如從我們的中央到地方 中央的立法部門是 立法院對不對 好 那到地方縣市議會等等的 還有我們的司法部門 那好 所以我們要來看看說國家的政策 跟它的決策的過程 那到底國家是什麼 那讓同學們來了解說 這是屬於政治的領域 但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讓同學們來學習 這是政治 study politics 但是我會加一句 Please don't play politics 不要玩弄政治 然後但是你說政治太黑暗了 政治這包子翻開我都不想看 那打開電視也是這樣子 那算了 但是你知道你不得不來了解它 那當然同學會說 這是國家 這是政治組織 可能跟我無關 我才不care呢 那所以呢 最重要的我們還來看看說 社會發展 這個societal development 那到底是什麼 包括什麼呢 那你知道社會的主體是誰 你我對不對 就是人 那人 你說人就是人嘛 但是很重要的 人的存在一定需要什麼 在平常不過的 看看你們的桌上擺的東西 你們早上吃了什麼 對不對 人的存在一定要什麼 食物 對 你一定要吃吃喝喝 對不對 你說我不吃不喝好了 我喝水 但是你喝水也只能撐一個禮拜 撐不過一個禮拜的 那所以呢 你總要吃穿用的等等的這些 那人的存在 他有他基本的問題 生存的問題 所以是維生維持你的生活 然後吃喝啦 穿用啦等等的 所以這是什麼 這是經濟 你說經濟 以前的人 像你現在吃個炸雞對不對 以前的人你可要自己養雞啊 然後再炸成炸雞對不對 你現在不會 對不對 你會去買 所以這是什麼呢 這是整個貨品的 從生產交換分配到消費 你去消費他 對不對 所以現在常常我們說這個家庭呢 已經變成不是生產的單位 以前是生產的單位 要雞 要蔬菜 要什麼 要水果 都自己可以生產出來 可是現在可是只剩下叫做消費的單位 好 那所以這是來談到說 在社會發展裡面的部分 很重要的是經濟的問題 但是除了經濟 人作為主體 你除了維持生活 你一定 我要去找誰 我要做什麼各種的人際溝通 所以人常常這種作為主體 他也會組成各種社會群體 Social groupings 同學會說我呢 那你包括我們現在在這邊 這是學生群體 你的家庭 可能你參加什麼宗教團體 你參加什麼社會運動的團體等等的 那這就是屬於社會群體 所以我們這個課會跟同學們來討論 這樣子的一個 那三角形的關係 它是一個我們剛剛提到的state 我們剛剛提到的各種社會群體 那其實在經濟裡面還有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企業 來生產 來交換等等的 所以但是這三者的關係 哇 還可是很難解的三角席題 因為你看看 國家很多時候會來說怎麼樣 銀河之方 對不對 來制定很多的政策 常常你看到報章雜誌 國家這樣子的政策 各種減稅 免稅 或給他們獎勵措施等等的 那這是國家的角色 他必須這樣子來做 因為維持合理的經濟的水準 國家可能不希望看到經濟不斷的衰退 可是台灣現在是經濟一直在衰退 所以維持合理的經濟的水準 而不是一個經濟的一直衰退的一個狀況 當然這裡面也就形成所謂的政商關係 國家跟企業的關係 國家跟資本家的關係 那這樣子的政商關係 常常是為人所詬病 對不對 要什麼樣子 才算是合理的一個政商的關係 當然你知道國家的執政 有那麼容易嗎 你看到現在的小鷹 對不對 蠻掙扎的 因為我除了銀河資方 那還有呢 其實更重要的 你知道資方這是不到1%的人口 國家的執政 國家的政權的支持 主要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你我 來自於這樣子的一個社會群體 因為這才是最廣大的部分 那國家的選票在這裡 然後政治支持選票來自於這裡 那所以你就這個課 我們會跟同學們討論 國家到底要怎麼做 國家能夠怎麼做 迎合資方嗎? 迎合各種社會群體的要求嗎? 可是這兩者的關係常常是什麼? 常常是蠻對立的 我只是用常常這樣子的字眼 那一定是對立的嗎? 可能是不一定 那我們來看看有其他國家 是不一定是不會的嗎? 但是除了這兩種的關係 其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的經濟跟社會群體之間的關係 那譬如說這個capital跟label 勞資關係 那這常常是各國爭議的焦點 就像我們現在勞資的協商 對不對 那可是常常資方就退出 我不願意跟你們協商 但是勞方希望能夠加薪 對不對 或者是說這種工作條件、工時 各種各方面 這很多是必須透過勞資協商的 那甚至很多國家是這樣 勞資、政、三者的協商的一個關係 所以非常多的問題 包括各種的環保的問題 所有的問題你都可以看到 是這樣子三者之間的關係 所以這是我們這個課 要來跟同學們來討論的 好 那我們這個課呢 也不只是放在一個國家的層次 不只是討論台灣 也討論別的國家 其實最重要是放在一個國際的層次 那全球的觀點 那我們這個課 其實也是領導學程的任列課程 因為他們說我們這個課很有國際觀 那所以呢 請同學每個禮拜給我兩個小時 我一定給你們全世界 可以嗎 好 那真的喔 真的 所以我們要跟同學們來探討社會事實 Social reality 而不是一些不食人間煙火的假設 可能同學在很多經濟學的課或什麼課 你可以看到很多這種 真的是不食人間煙火的 然後我們要同學能夠打開視野 啟發不同的觀點跟獨立思考 我想獨立思考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這是我們這個課 還有非常重要 希望同學打開鏡口 提出你的想法、意見跟問題 那還有很重要的 認識同學、結交朋友 我們這個課會有分組討論 好 那我們等加退選之後 就開始會讓同學們分組 所以還有整個全班 你都應該可以認識的 然後這個課 這個課還希望同學參與課堂討論 個人報告、分組報告 好 那所以第一週就是今天 好 第二週呢 我們跟第三週我們會來討論 國家決策過程的理論跟實際 好 那第二週我們會來談 用合適的例子 就下個禮拜 那會跟同學們來談合適的決策 還有合適的一些相關的 這些能源或者國家的能源政策 或者真的怎麼做 包括在台灣、包括在全球 好 世界各國等等的 甚至於氣候變遷的問題 好 那我們都會跟同學們討論 那但是如果包括的話 我們就當作在課堂上發這樣子 那像下禮拜的就不是全部 只是有一些統計數字比較 字比較小 好 那我們就發講義給同學 然後第三週呢 那談國家決策的理論與實際 他也是投影片 那是我來寫的有一些 有關於國家的理論 然後國家的決策過程之類的 好 然後第四週開始 那我們又整式的講義 那第四、第五週來談科技 那企業跟工作彈性的問題 然後所以第四週會來談工作到哪去了 然後第五週來談勞動體制 那這是我寫的這一篇 好 那第六、第七週是開始 我們來談市場與國家 市場與國家的第一個部分 我們會來談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跟經濟自由化政策 來談從台灣到全球 那新自由主義 那最主要的就是開放市場 那現在每個國家在做的事 不論錢像我們的ECFA 我們的跟其他國家FTA 或者什麼TPP等等的 那各是各樣的 那這都是新自由主義的開放市場 我們在肯同學們來討論 那第八週我們來談 在市場與國家的第二個部分 來談市場、國家跟制度安排 強調開放市場這樣子的自由市場 但是你知道在這一個光譜上 那國家到底要介入多少 好 然後國家到底要怎麼做 而且每個國家 這個如果是一個free market的話 在這個光譜上 每個國家要選擇我要做到什麼地步 同學們當然猜猜看 最左邊的會可能是什麼國家呢? 是一個central planning state intervention 對不對? 國家的或state planning 國家的很集中的 像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前 你可以看到像什麼? 他即使到現在都還有所謂的宏觀調控的政策 對不對? 好 那可是大陸改革開放之後 他現在已經不是最左邊的那個國家了 最左邊的可能是什麼? 看一下看 北韓還有呢? 可能 古巴 哇 同學都知道 可是古巴最近跟美國修好他的關係 也開始來做比較開放的政策 當然像北韓你想也不是完全的國家的掌控 譬如說他還有進出口貿易 對不對? 古巴也是有 然後北韓可以開放觀光 但是你我要去可能沒辦法 是某些特定的人可能可以去 好 那來再猜猜看 這個最右邊的國家可能會是 嗯? 哇 同學說美國嗎? 還有呢? 歐盟嗎? 還有嗎? 猜猜看 來 快猜 南韓 南韓 哇 怎麼你對南韓的印象是這麼開放 好 還有嗎?開放市場 來 還猜猜其他什麼國家 你說美國可能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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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要畫哪裡 有這麼樂觀嗎? 好 那我們的13A的總裁 所以會成為13A的總裁 中國印章的總裁 因為他對於什麼 其實我們的鼓潰師還是怎麼樣 蠻控制的 雖然你常常看到報章雜誌還有熱錢的進入 那很多的外資的進入 來 我會再跟同學們來討論 好 台灣 我先暫時 我會把它畫在這裡好了 好 然後 來 中間偏左 中間偏右 對不對 好 大致美國 美國我可能會把它畫在這裡 還不是最右邊的 來 同學們猜猜看會是誰 哪個國家呢? 香港 哇 自由港 對不對 那以前都是一個city-state 對不對 雖然現在回歸了 但是他很多還是很自由的 那現在香港還是爭取自己的自由 那他們還不想回歸呢 那真的 那受到很大的控制 所以來 看看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也是蠻開放的國家的 他希望別的國家非常多的外資 很多外資進入亞洲的首選 絕對是進入新加坡 好 然後再看要去中國大陸要去哪 好 那新加坡嘛 可是你知道新加坡人怎麼樣? 他們出國的時候 第一件想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喝酒 有一件事是在新加坡不能做的事 對 你們都知道的 吃口香糖 所以他做得到 我們只有在捷運上不能 可是新加坡做得到 在一個國家內 能夠讓每個人不吃口香糖 這是什麼? 蠻威權統治的 國家的介入 國家的管控 來 但是在很多時候 其實他蠻金融自由化的 剛剛同學們看到 他很自由化 一個是金融自由化 還有他在吸取他的各種的人才 很開放的政策 你現在移民到新加坡 考慮考慮 那來 還是沒猜出來 來 我提示一下好了 來 你要猜 艾爾蘭 你能想得到很不錯 艾爾蘭他是在歐洲 對不對 然後他是歐美投資的首選 為什麼? 因為他有很開放的政策 而且呢 對 你都知道 稅很低 對不對 好 那所以最近像蘋果吧 對不對 他不是被歐盟裁定 他在艾爾蘭的投資逃漏了不知道多少錢 好 那可是你知道是什麼呢? 竟然艾爾蘭政府有國會的背書 然後呢 要跟歐盟上訴 艾爾蘭要讓蘋果就付那麼少的稅 然後歐盟說他是逃稅 那可是艾爾蘭為了要留蘋果在他們國家 好 那所以呢 那你就可以看到 他滿自由的 然後他會把稅率減到最低 這真的颱風來了嗎? 好 然後來再猜猜 我給同學們一個提示 這是在南美洲巴西嗎? 來 再一個南美洲最長的那個國家 智利大家地理得這麼好 智利沒錯 那是智利 那智利當然也不是百分之百 因為他還是有公立學校等的國家的支出等等 要不然這個國家不用存在了 什麼事都不用做 我什麼事都不管 然後中間偏左 中間偏右 很可能中間偏左的可能是什麼? 北歐國家 可能國家介入滿多的 你所有的教育 所有的福利 全部都是什麼? 國家提供的 像你們上學一直念到博士班畢業 全部是免費的 好 然後中間偏右呢? 大部分的國家 現在非常多的國家 那你說包括就要看他的政黨 他的執政黨 中間偏左 中間偏右 或什麼樣子的政黨 好 那有時候擺盪在這個左右 好 那這是我們來跟同學們來談到說 有市場國家跟制度安排 在這個官府上 每個國家有不同的制度安排 我們會後面花一些時間 跟同學們討論這樣子的問題 來 然後第九週 第十週 是來談國際金融移動跟政治社會危機 像我們剛剛談到的熱錢 對不對 那熱錢為什麼成為熱錢 為什麼他說Hot呢? Hot currency呢? 好 那我們會跟同學們來討論 而且那不只是熱錢這些資金 那甚至於2008全球金融危機 可能同學都多少知道這是什麼 好 那他到底什麼影響 他的原因是什麼 那其實對你我的影響 現在的經濟衰退這樣子 其實都跟這個金融危機 有很大很大的關係 好 然後第十一週我們會來談論到 那全球化跟民主國家的空洞化 那在全球化之下 各個國家可以做什麼事呢? 然後面臨什麼樣子的問題呢? 好 十二週我們會來談 但是在這樣子一個開放市場 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之下 那事實上每個國家 像現在你看到很多國家都是什麼? 貧富不均 很多社會分配的問題 那或者所謂同學們知道 所謂的M型社會 對不對? 那有錢的月有錢 但是很多中產階級是什麼? 往下沉淪了 為什麼?包括失業啦 包括各種的問題 那十三週我們會 因為這是領導學生任列課程 所以我們也會跟同學們來談到 國際跟公民事務的參與 作為一個全球公民 有什麼樣子的思維 在地社群行動等等的 然後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這是同學們的分組報告、口頭報告 好 那所以這一堂課 那這個同事課程 每學期都是我的一個新的實驗 實驗什麼呢? 實驗同學在沒有壓力、放鬆、快樂學習的過程中 你怎麼做自主學習、做腦力積大 同學會說沒有期中考、沒有期末考太好了 只有一次小考其實也不算什麼小考 所以這是沒有壓力、輕鬆、快樂學習 你知道根據醫學報告 人在什麼時候是最具有創造力的時候 最具有創意的時候 你們一定有經驗 什麼時候? 來 快說 小時候 難道你現在沒有創意嗎? 小時候會有很多的想法 要很專注 很專注你才會有創意 但是專注常常是人在放輕鬆 你在做你最快樂做的事情的時候 還有什麼時候 你可能會有突然什麼想法蹦出來 從來沒有過的想法 或者有一些新的想法 什麼時候? 沒有壓力的時候 什麼時候會是沒有壓力的時候? 洗澡的時候 洗澡的時候 哇 太棒了 真的 以前我常常寫佩佩寫到一半 卡住了 不敢了 然後去洗個澡 真的洗到一半你想到怎麼做了 怎麼寫了 你真的巴不得趕快出來寫 然後洗澡的時候 還有什麼時候? 你放輕鬆的時候 所以可能是剛剛睡醒嗎? 你突然眼睛一睜開 我要去做什麼了 然後還有什麼? 考完事 考完事 最放輕鬆的時候 所以人放輕鬆的時候 是你最具有或者打個盾 突然想來 哇 頭腦清醒 那這是一放輕鬆的時候 所以我希望同學是這個課 沒給你什麼壓力 有Reading 就是念看一看不同的 拿到課堂上來問 然後提出問題 我很希望同學們提問題的 還有呢 有任何問題 舉手提出你們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國外教過書 你知道美國同學怎麼樣? 他有任何問題他一定舉手 因為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第一個 這個學費是我自己打工去賺來的 我花了這個錢上這個課 絕對要值得 我不懂的我就是要問 第二個是現在不懂的 我如果不問的話 後面老師你講的我都聽不懂 所以他們很會發文 這是非常好的 那他們會說 當他們發文的時候 他們會說 他說他有個stupid question 但是他還是要問 好 那因為很重要 那所以這是我很希望同學隨時舉手 好 我講課 你可以打斷我的講課 然後來問問問題 那這是非常好的 好 那所以沒有壓力放鬆 快樂 快樂學習這是非常的重要的 好 然後還有同學 可以搶著回答我的問題 非常多的搶答題 好 每一題加總分0.5 考慮考慮 好 然後但是同學們別怕答錯 我也不會考你們的分 我只是讓你們加分而已 好 然後創新學習自己位置的領域 這個非常的重要 達到主動學習的效果 我在上面講 每個同學接受到的很不一樣 這要看你們自己的造化 好 那還有期末分組口頭報告 就是驗收教學成果的時候了 同學的報告會非常精彩的 好 那所以這樣子的開發學習的 我們是跟台灣的教育體制來挑戰的 我們要做一點別的事 做什麼呢? 學習 你在別的課學不到的 要探討你從來沒有想過的問題 要提出你從來沒有想過的想法跟概念 那這是啟發 這是新的腦力激盪 然後我會把社會事實呈現在同學的面前 但是我會永遠留下自由思考跟判斷的空間 來 我們回到第一頁看一下課場要求好嗎? 還是要讓同學們知道一下 好 第一頁最下面這裡 同學必須充分閱讀每週指定的講義 我們都會發講義給同學 然後花二到三個小時 然後這是跟我們課堂討論很有關係的 好嗎? 然後不難 而且看完講義 把講義丟在一邊 來想想看這個講義對我有什麼啟發? 好 或者我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都可以把它提出來 以前有個同學他就跟我講 他說老師 我從來念書不畫線的 從來不畫線 可是你的獎益竟然讓我拿起筆來再把它畫線 他覺得這些句子對他很有意義 很有啟發 好 那所以這些獎益是精調戲選的 我沒有給你們多 一個禮拜一篇 有的有兩篇 那都不難 以前我的reading都英文的 可是同學會質疑我 因為那時候還有開中線的課 同時認中線 同學會問我 老師 中線耶 怎麼念英文 我後來才花了很多時間 去找一些中文的reading來給同學 有的是翻譯的 雖然可能不是翻得很好 但是同學們就講究一下 因為翻譯總是那樣子 好 然後第二點 你要選擇講義寫成個人性的報告 我剛剛講過了 2000字不多 用你自己的畫寫喔 不要到網路上 download 一段一段來貼喔 那個不成喔 我們TA會很負責任一段一段把它貼回去 然後就知道在哪裡 然後一定要用自己的話 自己的思考 然後根據我們在課堂上討論的 還有我們的講義 還有你看到的一些其他的 怎麼樣來寫出你自己的一些讀書心得 然後分組報告 然後要做分組的口頭報告 只要powerprint 不用書面資料 然後第四點 我課綱裡面也有列一些參考的 其他的書目資料 那同學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再去找一些念 那如果有些資料你想找來念 找不到的可以找我 然後第五點是同學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通過SABA 然後跟我們的TA會來管理這個SABA 然後提出來 然後要問我或問TA都可以 然後我們的課程助教就TA會解答 而且也會把這個狀況來轉資給我 好嗎